最好是你排完序之后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地方 最好是你就是排完序之后 能够 这边有一个重复的 如果你排完序之后 你希望怎么样 希望可以直接就是 假设你选清单一 然后你希望就是说 排完序之后 自动帮你另存一个清单 放在某一个路径底下 也许这个路径呢 可以是在哪里呢 可以是在你的 桌面上面 假如说你在桌面上面 你希望它可以帮你 假设你今天找完清单一 它会自动帮你除了排序之外 也另外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档案存到哪里呢 存到这一个资料夹里面的 这个档案 有没有清单一 然后你又再做一次 清单二又有了 清单三又有了 这样的话 你就是有一个顺序 对不对 一二三会有三个 但如果你将来有很多个 就通通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那怎么样做 这个部分的话会牵涉到工作部 我们又延伸要到工作 因为刚刚同学问到 有关于工作部的 我就先讲一下好了 因为等一下还会利用这个工作部 做什么呢 做批示转档 比如说你希望 像一般同学可能会有序议 就是说批示的把easeo档全部转换成那个CSV 或者是说也许它电脑里面没有2007 它就现在好像还有人在用2000的 如果说你给它新的版本 它没办法开 所以怎么办 你要把它批示的转换成旧版 或者是批示的转换成其他格式啦 CSV也好等等的 那这怎么做 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工作部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另存心档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呢 把比如说12个班级 假设12个班级的老师 你如果每一个班级 都给所有的资料有点怪怪的 因为应该现在有个知法 有些东西你也不能全部给人家 你只能给他那个班级的资料 所以你势必要怎么样 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如何把12个班级的工作表 把它全部另存成一个一个的工作簿 你不能那个班级 你就给那个工作簿就可以了 你不要给全部 那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 那当他全部资料又回来了 比如他打好成绩 那全部都记给你之后 那你又遇到第二个问题 分出去之后的话 那你又要怎么样 假设你要给教务主任或什么 对不对 你要回报 那你势必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合并工作表的问题 比如说你合并工作部的问题 全部的资料回来要怎么合并起来 OK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需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东西多一个功能 如果我尽量简单 把它这个功能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当然第一个你要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的桌面上建一个资料夹 那名称叫清单 并且按下右键 这边有个编辑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记得哦 每一台电脑可能都不一定一样哦 所以可能初期我们个别的可能要先这样手动一下 但是未来当然你也可以什么用跳出一个视窗 让使用者选择说他要存哪里 不过那个按部就班慢慢来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存的路径在这里的话 你特别注意啊 你要把这个路径记下来 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们这个第一阶段是用手动的 就是给他一个路径 不过还好啦 你反正如果是固定的路径的话 而且是你自己使用那就没问题 不过你要转移到别的电脑 你要先确定一下路径是不是有错误 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要改一下 好第一个路径 就是将来我希望把问题7加一个底线 然后就是问题清单1存到这个底下来 那我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这个功能就是先执行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清单1对不对 按确定他会重新排序 重新排序嘛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重新排序 他会重新排序 并且我多加了一行 另存新档 排序的对不对 他也另存新档 然后呢我们切过来这边刚刚那个清单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问题7清单1就出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要清单2按个确定 排序了 顺便帮我另存过去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 好一样的方法 当然这个是单次的 就是你排完序再出出一个 如果说你要批字的话 你就是再跑一个回圈嘛 你要排完序再另存 排完序另存 那一个跑一个回圈 全部的东西 他会按照排序 全部帮你输出 不过那个部分的话 自己再改写一下应该OK啦 好那这里面的话 诶 城市到底改写了什么东西 其实非常的简单 城市只有一行 不多不少就一行而已 但是你要记得 你们等一下 你的路径要正确 路径错误的话 等一下一定会错 那这一行城市的话 加在哪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其实呢 我就加了一行 加在哪里呢 当我按下确定的时候 除了排序之外 还要另存新档 所以呢 另存新档的时候 你需要记得一个物件 就是我不可 加S 如果是 就有点像工作表 叫Shits 对不对 那工作部的话呢 叫Workbook 加S 但是如果你现在 正在被启动的那个 工作部的话 就Active Workbook没有S 然后一个方法 叫SafeS SafeS就是另存新档的意思 另存新档 后面给它一个路径 加一个档名 加一个副档名 它就帮你存过去了 就这样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行其实没什么啦 就是这样子 Core 有没有 我们先按照什么呢 清单一排完序之后的话 多了一个一行 就这一行 Active 其实逻辑上都差不多啦 反正就跟前面 不管是Active Sale Active Sheets 没有加S Active Workbook 如果是Workbook 哪一个Workbook的话 你也可以给名称 也可以给第几个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开很多个 Excel档案 那哪一个档案叫什么名称的话 一样可以用名称 或者用Index 它观念一模一样 那里面会用一个方法 叫做SafeS SafeS里面的话 请各位提供一个什么呢 提供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一串 其实这后面不用 就是直接这样串就可以了 那我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干脆就直接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的这个路径 刚刚那个路径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从这边去复制 不是这一个 是清单 我们桌面上这个 这个清单的 这个上方这边有一个右键 编辑一下 我习惯这样 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 贴到这个里面 然后特别说 你们等一下名称不一样 不要照call 可能会找不到 后面的话斜线 清单1 然后呢 后面记得要加副档名 如果你没有加副档名的话 它出来的东西 会是 就是没办法被执行的档案 OK 然后有清单2 清单3 这个其实也不用了 因为 其实大家你可以做成变数的 不过我们暂时第一阶段 先不要用变数好了 直接就是这样串 1 2 3 好串完之后的话呢 那直接就帮你存档过去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其实从这一个部分 衍生出去的 其实可以变换出很多东西 包含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13个班级 输出13个档案的话 其实就是用这个来衍生出来的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另存成CSV档 或者是旧版的档案的话 其实也是从这边衍生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按 Active Workbook 点Save As 这个地方按F1好了 F1之后的话有个说明 说明里面的话 这边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 以后可以从这边去找 这叫File Format 以后如果你要批示转档的话 其实都可以利用那个File Format 里面这边有个Format的格式 有没有 如果你要存成CSV档的话 他这边有个常数叫XLCSV 那也就是如果你要 另存 就是说你某个资料档里面的所有档案 通通变成CSV的话 其实就可以从这边去改一下 那这个我想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 如果你今天要把它输出成一个 就是清单1、清单2、清单3的话 那这个可以再加一下 特别重要就是Active Workbook 其实这个后面都可以自用打的 也都打得出来 你就记得点Save As 有没有 这边有个Save As 然后呢就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就是把那个路径给它 路径特别注意哦 就是我在桌面上哦 会多一个这个 后面记得哦 不要少一个斜线哦 斜线就根目录哦 然后它的档名 那它的副档名都要加上去哦 不能Lost一个 那所以Save As后面这一串 把它给它 然后这边 假设是问题7底线 第1个、第2个、第3个 OK来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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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咸